赵秀张了张口 到底还是什么都没说 他本就不想让张氏知道这件事 生怕祖母又一时心软 把个祸害捡了回来 所以只是沉默不语 高真脸上毫无异状 睁大了眼睛说瞎话 老夫人来了 我方才正跟赵妹妹 说些外头听来的闲话呢 我的小私们打听到这里码头上 原有个行企的老婆子 因地方官员怕冲撞了我们 事先将她赶走了 她在那儿闹个不停 被人堵了嘴 我有些可怜她 原是打算去施舍她几个钱的 没想到小私们打听到她的事迹 原是自作自受 就懒得给她钱了 赵妹妹方才就是在跟我说这番话的 原来如此啊 张氏轻易地就相信了 虽不知道那兴起的老婆子 到底做了些什么 但她既然以年迈 又无依无靠 世子人善 施舍她几个钱 又有什么要紧呢 说着就要叫丫头来 打算让人上岸 去给那婆子几个钱 赵秀连忙阻止 祖母何必理会她 她那样的恶人 活该有今日之报 能活到今日 就已经是上天垂帘了 这世上有那么多贫苦无依的人 我们都可以去救济 实在没必要把钱浪费在这种人身上 她怕家中下人 过去会认出牛氏 也怕他们会被牛氏认出来 那就真的没完没了了 张氏听得出奇 那婆子到底做了什么事 让你如此厌恶 好不好的 只当看在她年迈的份上了 高真笑着替赵秀解释 她若不是年迈 也做不得那饿了 老夫人不知 那婆子原是个不嫌不孝 不仁不义的东西 她气死了公公 又把婆婆赶出了家门 耸慵的儿子 休了原配嫡妻 差点把嫡出的孙子给折磨死了 她丈夫儿子都是因为做了坏事 才得了报应而死 没少害人 她还不肯消停 想要把孙子孙女卖给别人 换取钱财 供自己挥霍 是她孙女受不住了 打折了她的腿 赶她出了家门 然后何家千里死地 她在养籍院存身 还改不了本性 成天挑事 闹得旁人都不得安宁 众人忍无可忍了 只好将她赶出来 她才会落到刑起的地步 她确实是罪有应得 何该有此报的 因此赵妹妹 才会劝您 别施舍她银子 张氏下意识地就觉得 这个婆子的所作所为 跟便宜儿媳牛氏 颇为相像 这也许就是孙女厌恶 她的原因吧 张氏叹了口气 哎 原来如此 她若果真做了这等 不孝不仁之事 落得今日的下场 也确实是活该了 只是 我想着她年纪老迈 还要受这样的苦头 心里未免可怜几分罢了 况且她虽糊涂 但她的丈夫儿孙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若没有他们纵容 她又怎么可能气死公公 又赶走婆婆呢 她孙女更是混账 她再不好 也是祖母 做小辈的劝阻长辈行恶事 也就罢了 怎能公然地对祖母施暴 又将她弃之不顾呢 赵秀说 没错 她一家子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落得如今的结果 不过是狗摇狗罢了 咱们只是听了个故事 不必理会她本人 更不必可怜她 就算有钱 也该施舍给更值得施舍的人 免得这恶人得了施舍 吃饱喝足了 又有力气去祸害别人了 我们这些好心施舍的人 反而造了虐呢 张氏无奈地看着孙女 瞧你说的什么话 笑着对高真说 世子别见怪 我们秀姐儿就是这样 在熟人面前说话 素来率直 曾爱分明 不知道的人见了 只当他平日里 就是个口眉遮拦的人 高真笑道 赵妹妹性情率真 我一向十分欣赏的 赵秀听了 只觉得肉麻至极 心里又好气又好笑 不由撑了他一眼 高真笑而不语 心底却是喜滋滋的 张氏见赵秀如此反对 他去接及那个 刑起的婆子 也不再坚持了 他本来就是好心 见不得人受苦罢了 既然那婆子 做了那么多恶事 与牛是仿佛 还惹得赵秀厌恶 他又何必去处孙女的眉头 自从他跟在 焚羊王太妃身边 参与过慈贤会事务之后 早已对行善二字 有了新的看法 不再以为 求神拜佛天灯游 就是做善事了 也不觉得 一定要给穷人钱 才是好心 慈贤会在上海 救济灾民 除了供给食水医药外 还组织灾民中的轻壮 建造灾民 今后居住的房屋 命木匠 尼瓦匠 向其他人 传授基本的技艺 命针线好的女子 给其他灾民 做秋冬衣裳 斜袜 命老弱 无力之人 帮忙照看孩子 其中好几样 都是出自赵秀的建议 如今灾民们 挺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基本可以保证 每日温饱 有瓦遮头 不少人都学了 一门新手艺 等到救济结束后 即使今年田地 收成近毁 凭着手艺 这些人 也勉强可以糊口 等南汇港 重现繁华 灾民们 就更不用担心 会生活无浊 张氏如今 才总算明白 什么叫兽人以鱼 不如 兽人以鱼 那醒起的婆子 既然曾经 进过养籍院 可见并不是 没有活路 最终会落得 被人赶出来的下场 必然是 他自己不好 贱南郡公夫人 如今有的是 人可供他 表现自己的善心 实在不必为一个 偶然听说的婆子 纠结 张氏又重新回到 二层楼舱上去了 他本来就是下来 伸伸腰腿 活动手脚的 本来还想 若遇上了广平王 可以聊一会儿天 但如今广平王 不在厂厅 想来是在舱房里休息 他就不好打脚了 临走时 他还不忘 叮嘱孙女 别在底下耽搁太久了 这里四处都是人呢 赵秀有些脸红 祖母这话是什么意思 就算这里四处都是人 又跟他留在厂厅里 有什么关系 他跟高真坐在这里 只是聊聊天而已 没做别的呀 他转头 偷偷看了一眼高真 高真冲他笑了笑 眨了眨眼睛 他双甲更红了 小声说了一句 我也回去了 舅转身走人 高真张嘴想要叫住他 但想想 也没必要追得太急 就按耐下来 船队一夜无事 四日早上 他们一行人又再度起舱 继续往北行驶了 离开码头后 赵秀一直坐在自己的舱房里 打开了窗子 对着光亮看书 他方才遇到一个单词 怎么也想不起来 是什么意思了 翻了许多船教室边的小词典 还有英语词典 正在烦恼呢 忽然听得岸上 好像有什么人在大喊着 他出于好奇 伸长了脖子 往窗外看 顿是愣住了 这一段运河两岸都是田野 河边的屠龙上 有两个半大孩子 正拖着一块木板跑动 似乎在追船 其中一人大声喊 婆婆的侄子 婆婆的侄子在不在 那块木板上 却躺着个浑身脏兮兮的老太婆 一头凌乱的灰白头发 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只一双眼睛亮得吓人 死死盯着船的方向瞧 赵秀认得那老太婆 虽然外表看起来 跟他最后一次 见牛士时的形容相差很大 但他视牛士为仇敌 怎么会认不出对方的长相 真真是冤冤 怎么又叫这老太婆缠上来了 他这是听说了广平王的船架 要经过此地 所以赶来找赵伟了 可惜赵伟不在船上 那喊话的孩子 也愣头愣脑的 没把话说清楚 赵秀觉得 他大概是发现自己了 整个人激动地朝自己挥手 大声地叫着什么话 只是吐字含糊不清 记得之前见他时 他是能说话的 如今也不知 是不是又添了什么病症 赵秀没好气地把窗门关上 只当眼不见心不烦 但忽然又想起 今早过去隔壁张氏的仓房时 是看到他开了窗赏景的 这会子也不知认出人了没有 赵秀连忙起身 赶去了张氏的仓房 张氏果然就坐在窗边 盯着河岸上看 一旁的下路不吭声 东霜却不认得那老太婆是谁 还一脸疑惑 那是什么人呀 没事做什么追着我们的船跑 这可是王爷的作家 有官兵护送的 难道是小孩子家不懂事 正说着便有护卫主船的王府亲卫 站在甲板上 大声地贺问那两个孩子和老太婆 你们是什么人 异欲何为 那愣头愣脑的孩子大声嚷着说 婆婆的侄子在船上 我们要找他 那亲卫哪里知道他说的是谁 回头一问 没人认识他们 高真从舱房里传出命令 理他们作甚 你们难道看不出来 他们全都衣衫褴褛吗 分明都是乞丐 我们一行里头 又哪里会有乞丐的侄子 亲卫们顿时恍然大悟 只当那三个乞丐是来要钱的 便不耐烦地喊道 鬼人出行 闲人不得警找 尔登还不速速离开 再嘲嚷不休 就休怪我等 刀剑无眼了 张氏听着这话皱了皱眉头 就转头命下路 把窗儿关了吧 今日起了秋风 怪凉的 下路温柔应了一声 迅速利落地把窗关上了 关上窗后 岸上的声音顿时小了许多 只糊涂听到那孩子在嚷些什么 却听不清具体的内容了 张氏也不想再听下去 起身走到外间的小厅里 往罗汉床上坐了 长长地叹了口气 闭上了双眼 念了一句 阿弥陀佛 赵秀沉默地走到他对面坐下 欲言又止 张氏忽然睁开了双眼 这就是你昨儿跟柿子说的那个醒起的婆子了吧 赵秀点头 有些心虚地问 祖母 你是不是觉得她很可怜 张氏笑笑 哼 她是挺可怜的 但也怪她自己 持身不正 若不是她对着公婆不孝不敬 她的儿孙 也不会有样学样地 将她赶出家门了 一切都是因果报应 老天爷公平着呢 我也不必跟老天爷作对 且由得她去吧 赵秀心中大喜 若张氏真能认识到这一点 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张氏看着孙女脸上的笑容 神情也柔和下来 其实她不是不可怜牛氏的 也不是不想接紧对方一把 可一想到牛氏西年猪般手段 她就狠下了心 如今她孙子孙女小小年纪 就要支撑家业 十分辛苦 她做祖母的不能帮他们就算了 何必再给他们添了麻烦 若佛祖因今日之事而怪罪她 她也甘心承受就是 牛氏 却是不可能再回赵家了 见过牛氏后 赵秀见祖母张氏不再如往日那般烂好人 心中安定了许多 她隐隐能察觉得到 张氏似乎真的有所改变了 这种改变是令人欣喜的 她不介意张氏心善爱救济穷人 也不愿意对方再给家里招惹来麻烦 北上的行程比南下时要略快一些 一来是船队的规模小了 随从也少了 严格来说 只有广平王府与赵家祖孙两家而已 赵伟早已回京去了 至于原来的副使曾侍郎 堤坝案发后 他一直在上海府主导海坝重修 加固的工作 朝灾一来 其他几地的堤坝 都还算坚固 读南慧受灾罪重 虽然这里头有南慧换了县令 工作有所延误的原因 但朝廷怪罪下来 却不会问这些 南慧新任县令 已是注定了要问罪的 曾侍郎这位身居主导之位的 也不可能不受牵连 幸好其他树地灾情都不算严重 尤其凤贤等地 是新加固的堤坝 他也有督导之功 皇帝开恩 许他功过相抵 他如今还得继续留在上海府 监督南慧海坝的重修工作呢 每隔一年半载 他是回不了京城了 赵伟 曾侍郎既然不能随行 他们手下的随从 蜀官 自然也不能 所以广平王这次回京的船队 比起当初南下时 足足减少了一半的规模 人少了 船也少了 加上不是在会结冰的冬季 船队行进的速度 自然也会随之加快 他们一路上没有多耽搁时候 每到一地停靠 都只歇一晚 除非遇到大风大雨等极端天气 否则不会多休息一日 比起南下时 时间竟缩减了许多 离开上海府不过二十来天 他们就到达了济宁 说起来 在整条京航大运河上 济宁都算不上是什么大港口 大城市 但不知怎的 广平王的船队 似乎很喜欢在这里停靠 而且 总是不止停靠一日 仿佛特别喜欢此地的食物 因此专门在这里 补给食水似的 锦宁知府方崇山 赵舅带着一帮下属官员 及本地士绅 在码头上迎接王家 不过 不知是不是赵秀的错觉 他总觉得岸上的人 似乎比当初南下时少了许多 而且那些下属官员 与士绅们的脸上 在讨好的表情以外 又多添了几分畏惧 明显的 连他这个在二楼仓房走廊上望下去的人 都能察觉得到 不过管他呢 赵秀没兴趣知道 吉宁本地的官员 与士绅们是不是闹了什么矛盾 到了几年 广平王还开口吩咐说 要在这里多留一天 后日早上才离开 这就意味着他有时间 可以见一见久别多时的朋友 方仁珠了 说起来 方慧珠跟梅山伯父二公子的婚姻破裂 后续的消息 他还有许多不清楚的呢 新上任的那位苏州不正使的夫人方氏 虽然说了许多 但毕竟他也是从姐妹们的书信中得知事情经过 并非亲身经历 所以很多细节都不清楚 加上赵秀又跟他不是很熟 有些话真是不好意思问 但面对方仁珠 他就不需要如此矜持了 按照老规矩 赵秀与张氏又搬进了驿站 还是原来住过的那个院子 只住两晚上 行李不必大动 丫头们只换了铺盖 拿出书洗用的东西与茶具 文具 再从衣箱里取出几套换洗的衣物 也就罢了 方家的帖子很快就传了进来 上头数的不是方太太的名 而是方仁珠的 方太太还在京中照看长女 济宁知府后衙里 现如今是五姑娘方仁珠在执掌中窥 赵秀上一回见方仁珠 已经是大半年前的事了 多时不见 今日好友重逢 两人都十分的高兴 亲亲热热的拉着手 坐下说话 张氏见了方仁珠 也非常的欢喜 问候了他家中 得知一切都好 连京中的母亲与长姐也好 方惠珠的身体已经完全痊愈了 张氏也为此高兴 连日赶路 张氏身边已相当疲惫 如今好不容易上了岸 能脚踏实地 他正想好生睡一觉 便让孙女与方仁珠自己聊天去 他告了声罪 静自回房间歇息去了 这一段时间就会发生了